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继续我们Python指使的学习 上节课我们详细讲解了这样一个包 以及包上面的nit文件它的一个作用 好,那么最后关于包括模块的导入 我们还要再强调两点 这两点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 第一个就是包括模块是不会被重复的导入的 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好,我们把它写一下 好,这是第一点 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C12和C13 它们同时都引入了C8这样一个模块 但是C8的导入的这个过程 它只会执行一次 它不会执行两次 大家可以想一想 如果说在导入包的时候 是会重复导入的话 那么我们上节课讲了这样一个nit文件 看看那个还有没有,我们把它删掉 好,这样一个nit文件 我C12和C13都来引入替这个包的时候 那你这个nit文件里面的incode 不是要实行很多次 那么你反复的去导入包的话 那是不是存在一个性能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包的导入它是一个不重复的 这一点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 好,那么关于这个包和模块的导入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一定要避免循环导入 好,怎么理解循环导入呢 我们建一个文件夹 现在文件太多了 我再建一个 看一下什么叫循环导入 好,我们现在建一个文件夹 随便起文名叫做p 好,然后在下面随意的 新建十个文件 p1.py 这样我们叫做p1.py 好,我们复制,粘贴,复制,粘贴,粘贴 好,我们把它改成p2.py,p3.py 好,接下来我一次的在p1里面放一个变量 p1等p2里面也有一个p2等2的变量 每个模块下面都有一个变量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讲述,写这样的一个语句 from,from,pr,import,pr里面的变量叫什么 也叫pr,大家看一下 好,然后呢,我现在呢,再在pr里面 然后呢,我现在呢,在这个p这个文件夹下面啊 运行p1.py文件啊,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成功的啊,打印出这样的一个啊 我们加一个打印啊,在p1里面啊 加入一个printp2 好,我们从p2这个模块里面 运入p2变量啊,就能打印出p2的 如果我们不考虑p2文件里面的内容的话 按道理来讲的话,p1是没有问题的啊 因为呢,之前像这样一段代码呢 我们已经写了很多次了,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p1.py啊 它会报错啊 但是呢,如果此时啊 我们不更改p1文件的内容 而是把p2里面的这个 from p1,import p1啊 给它评议掉,注释掉 然后此时呢,我们再来运行这样一个p1.py啊 好,它是可以成功的打印出这样一个值的啊 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很困惑的地方啊 就是呢,呃,我们啊 通过修改另外的另外一个模块的代码啊 让p1这个模块里面的代码能够成功的执行啊 好,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为什么啊,你要在这里啊 from p2,import p2的时候 你会报错啊 我们把这段数字给放开啊 这个呢就是我所说的啊 最直接的一个循环,循环导入啊 你在执行,你在执行p1这个文件的时候啊 它呢,最上面这样的一条语句是从p2这个包里面啊 导入p2这个变量,对不对 好,那么from p2这个动作呢 将会啊,让我们的pass呢 去执行p2这样一个模块啊 那么刚好在p2的第一行呢 它又啊,它又一次的呢 它又一次的呢,去引入p1 好,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啊 p1运行,又导入p2 p2运行,又导入p1啊 这个呢就是啊,循环的问题 好,那么我要说的是啊 循环引入呢,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设计方式啊 就是说这种循环引入呢 绝对不可以运行啊 它呢还是有办法去运行的啊 比如说那像这样的一些啊 两个文件之间的地规啊 可以有办法去规避 可以让它运行 但是呢,我那是强烈啊 建议大家不要去设计啊 这样的一种啊,循环引入啊 有一些,有一些问题呢 可能啊,会用到这样一种循环引入的机制啊 但是呢,在我看来呢 这这种循环引入呢 也是可以通过啊 一些方法呢,来来避免啊 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啊 用这个循环引入啊 好,那么我们刚刚呢 举的这个例子呢 是非常直接的一种循环引入啊 大家一看就能明白啊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啊 有一些那些间接的这样一个循环引入 好,我们现在呢 在P1里面啊,引入P2 然后呢,我们把P2改一下啊 我们在P2里面啊 我们在P2里面啊,引入P3啊 然后呢,我们在P3里面啊,引入P4啊 好,最后呢,我们在P4里面啊 在干嘛呢 我们再一次啊 又回到了这个起点啊 P1这里啊,引入P1 好,那么此时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可不可以啊,执行啊 好,我们还是啊 P1里面P1啊 大家看啊,画了一大堆错误啊 所以说呢,有时候啊 这样的一个循环引入呢 不是那么容易被我们发现啊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细心啊 并不是说只有我们开始引入的 这两个文件之间的循环啊 它可能涉及到多个啊 MOPAR之间啊 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的壁环啊 从P1到P4 又从P4到P1啊 好,那么同样呢 如果啊,我们把P4啊 它这个里面的from input fromP1, importP1呢 给注释掉之后啊 我们这段代码呢 就是可以成功的打印出这个结果而来的啊 所以啊,如果呢 你觉得你的代码啊 就是说呢 某一个模块里面的代码没有问题的话呢 那么呢,你需要去关注一下啊 它的这样一个引入链啊 是不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循环引入啊 因为这个循环引入呢 但是呢,其实啊,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并没有直接的给你报是这样一个循环引入的问题啊 但是呢,我们呢是可以啊 从它的这样一个掉入链条上面呢 是可以看得出来啊 其实呢,确实是一个循环啊 好,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 我们还是拿P1和P2这两个模块来看啊 我们呢把这个代码给改 改成普通的代码啊 我们不让它循环引入 好,我们在P2里面啊 把这个fromP3的给屏蔽掉啊 现在的P2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啊 呃,模块它这里面呢 它这里面呢只有一个变量P2啊 好,然后呢我们在P2里面啊 打上一个printP2 好,然后呢 我们在P1里面啊 引入P2这个变量啊 好 或者说呢 我们改的更简单一点啊 我们就使用同时持续import啊 这样一个P2啊 好,然后呢 我们什么都不做啊 好,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运行P1看一下啊 好,我们发现啊 P1啊 这个文件里面呢 并没有啊 有打印的语句啊 但是呢 最终的结果呢 确实啊 打印出了这样一个2 那么这个2是从哪里打出来的啊 它是从P2里面这里打出来的啊 好 那么有些东西呢 就会挺奇怪的啊 我运行的是P1这个文件啊 在P1里面呢 并没有print一句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把P2里面的这个呃 变量给打出来呢 我们是这样的啊 呃Person呢 你一旦啊 去导入一个模块的时候啊 Person呢 它就会啊 去执行你这个模块里面的所有的代码啊 因为呢 在P1里面啊 它是导入了P2这个模块的啊 所以说呢 导入之后呢 它呢 就会啊 去执行P2里面的这个代码了 从而呢 就把这个变量P2啊 给打印出来了 好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大家只需要知道啊 当你去导入一个模块的时候 它就会去执行模块里面的代码了 但是呢 我需要再次强调的就是啊 无论啊 你在一个应用程序里面 导入多少次啊 这样一个P2文件啊 或者说是某一个模块啊 P2在导入阶段呢 只会执行一次啊 好 那么关于这个理解呢 如果大家啊 对这样的一个入口文件的概念啊 比较熟悉的话呢 这一点呢 就比较好理解了啊 好 那么通常来讲啊 我强调的是通常情况下 一个应用程序啊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的所有人 所有的啊 这样的一个代码呢 是一个应用程序的话 那么这个应用程序呢 通常来讲呢 只有一个入口文件啊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呢 执行啊 Person P1.py 那么呢 其实呢 就是啊 把P当作了这样的一个入口文件啊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这个主要啊 是给大家来讲一些包括模块的几个误区啊 实际上呢 很多同学都会认为 这个包括模块非常简单啊 我平时呢 写这个Person代码的时候啊 我就非常自然的啊 就去import了 我就去import了一个包 或者是一个模块啊 我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 好 没有出现问题呢 第一个代表啊 就是说这个概念非常简单啊 只不过我们啊 还没有深入的去学习啊 实际上来说的话 我认为啊 Person里面呢 像包括模块的导致 算是啊 比较一个 一个比较难以理解的一个知识点啊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继续